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十天 该来的总是要来 当然我们全国有两万多个候选人 会当选一万多个 选举大拜拜 这个没有办法 各位听众朋友是这样 因为这个新闻的值跟量 我觉得是明显的退步 就我自己在这圈子二十几年来 我觉得这个环境是越来越恶劣 苹果日报倒了 中天被关台 网络的一些奇怪的媒体乱窜 都让这整个媒体的环境更加的恶劣 这都是有连带的影响的 之前那个华士啊 不是很多那个跑马灯 把蔡总统打成蔡依依 那被含送这个设为法 法官裁定不法 打官说这个华士的这些相关的人员 没有犯意 没有犯意 然后呢没有损害到这个公众 所以这个依照社会法就裁定这个 因为它是行政法 那个就不叫判决 那个叫裁定 就是不法 我当然不是要去追究华士的这些同业 一些前辈什么的 但是华士吐车的比例也太高了 你跑马一直上错 然后一直吐车 显然你的副控问题很大 就是你的基本功蹲马步都有问题 你这个新闻台有问题 那我就不谈华士 我请问你 那中天有犯意吗 你说华士的那些基层的员工没有犯意 那中天有什么犯意 我不太懂 你说浙江台商的爸爸call in进来 然后讲个几句 然后被罚40万 是中天被罚40万 我听说浙江台商的爸爸后来是没事 但是中天被NCC开了一张40万的罚单 那王佑正他做错了什么 他就接个call in 那他的爸爸替他儿子含冤说 第一个他曾经他儿子不是台商 是干部 我记得要是教健身还是教游泳的 就是跟运动方面有关的 然后呢 他爸爸的意思说 我儿子从大陆回来就跟我们 就回家当中住在一起 我都没有怎么样啊 为什么说我儿子是什么什么感染源啊什么的 这样陈时中就就半人了 就中天就收了一张40万的罚单 然后后来中天就 中天就是因为累积很多罚单就被关台了 那我问你中天有什么犯意 没有啊 那有损害到谁 也没有啊 不就是一通call in吗 他接call in的时候 我人就在现场啊 有怎么样吗 我觉得也没怎么样 就以我的经验来看 王佑正的处理没什么问题啊 就他就 就砍凤他爸爸的身份 然后说你慢慢讲 然后不能讲出医院的名字什么的 也是一切都依照当初指挥中心的规定来 也没怎么样啊 这什么问题吗 不行 哇陈时中关闻很难 不行那罚40万 NCC罚单马上就来了 所以你看看NCC去修理中天 跟他去处理静电室处理华视 哎呀那个差十万八千里啊 NCC这单位基本上是叉叉啊 这单位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啊中天被关台了 你帮中天讲话干嘛 我不知道啊 中天都被关台 我帮中天讲话干嘛 中天对我很好吗 其实也不怎么样 我讲实话中天对我很好 我觉得还好 他也没有对我特别好 他就是把我当成一般的名嘴啊 来宾什么的 对不对 中天被关台了 他已经被关台快两年了 很快啊 他关台快两年了 但是我看到这些判决 这些裁定的时候 我还是要帮中天讲句实在话 韩国瑜没有要选啊 韩国瑜2022不是候选 他2024也不会是候选人啊 他等于是已经淡出政坛 他现在是出来还人情债啊 好有没有候选人圈圈啊 候选人叉叉啦 请他帮忙录个影片啊 站个台啦 募款唱会什么的 请韩市长来这个帮忙这个 那我帮韩国瑜讲话干嘛 他没有选啊 现在的韩流跟四年前的韩流差多少 至少差十倍 我讲的意思是他至少差十倍 现在帮韩国瑜讲话是个叉叉 现在帮中天讲话是个圈圈 那我为什么要去帮中天去帮韩国瑜讲话呢 现在不是应该去投靠高宏安去投靠郭台铭吗 你应该是借由高宏安去接近郭台铭才对啊 这种中南途径谁看不出来啊 但这种事情我做得出来吗 我做不出来啊 我还真不屑做这种事情啊 我们第一段要谈审计部 第二段谈柯文哲跟讲完第三段 我们要谈高宏安 来事不宜迟 这个大家都看到这个图 高端的价格在立法院这个审计部啊 当然去看的不是审计长 审计长他们派他们的这个 同仁去看这个结算 那立委问他说 高端的价格你看到没 看到了 审计部看到了 他就是不能讲 他不能讲 立委看不到 那我问你为什么 就 审计部看到的高端的单价 各位听到没有 你不觉得很荒面吗 高端没有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卖 只有在台湾卖啊 而且高端也卖完啊 那既然高端没有在其他国家卖 高端也卖完了也 500万剂也就交代 那为什么不能公布呢 你怕影响谁 因为高端也卖不出去 没有人要买啊 没有任何国家跟高端买疫苗啊 那高端 譬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BA1BA5 就是次世代 我们简单简单 次世代的疫苗 高端根本没有要做啊 之前我看到那个圈圈啊 我也不要讲是谁 我讲不好意思 他说啊 因为那时候 其实很多懒的都是乱骂 他说 为什么我们指挥中心呢 不买BA5啊 为什么要去买BA1 那就一直骂一直骂 然后 其实 在那个节骨眼啊 就是上个月啊 全世界买BA5的 只有一个国家叫做美国 只有美国买BA5啊 那像什么欧盟啊 日本啊 那些blablabla 他们买的都是BA1啊 我们买的也是BA1啊 然后这个 这个某人啊 就那边瞎掰说 哎呀 指挥中心 为什么买BA1 不买BA5呢 是为了护航高端啊 因为高端准备要卖政府 次世代的疫苗 高端根本没有要做啊 高端根本没有要做次世代的疫苗 他也做不出来啊 所以你看到有些媒体 基本上都是瞎掰鬼扯 所以我刚前面跟你讲说 媒体的环境 是恶劣的不得了 你听到错的你也听不出来啊 然后你就听他那边鬼扯乱讲 然后你觉得 哇这个人讲得好棒啊 哇这个主持人要他来 你听得好开心啊 他讲的都是错的 你在开心啥啊 高端根本没有要做次世代的这个 这个疫苗了 好 那这个蒋万安跟国民党 他们不去查这个 因为如果你问沈记长 问沈记长那是国民党的这个立委 沈记长说我们审计部看到的高端价格 那你立委看不到 就是立委就通通应该去面壁思过了 为什么审计部看得到你看不到呢 你们立委不如沈记部吗 不是很好笑吗 沈记部负责监督 政府预算执行 那立委也是啊 立委也要监督政府啊 我真的对蒋万安跟国民党自费武功 我真的非常的 好那我来念这个给大家听 这个是审计部的这个报告 他说啊 机关署立次采购的签办文件 未见采购价格分析资料及数据 部分采购文件保密期限长达30年以上 这个我就觉得不晓得在写什么 因为我也不晓得是是不是记者加油填出 因为没有30年以上最多就是30年 所以不会有30年以上 没有什么30年 最最长最长的保密期限就是30年 那什么东西可以保密30年呢 保密跟保存又不一样 我就不再做这些解释 我跟妳讲 能够保密期限30年的只有绝对机密 我们一般政府的机密文书分做两种 一种是国家机密文书 一种是一般公务机密文书 一般机密公务文书是不重要的 就是一般的公文那不重要 那国家机密文书呢 它有分三种 绝对机密 集机密跟机密这三种 机密的保密期限是10年 集机密是20年 绝对机密是30年 那谁可以核定绝对机密呢 只有三个人可以核定 第一个叫做总统 第二个叫做行政院长 第三个叫做总统或行政院长 这个委任的部长 比如说我是总统 我觉得这个疫苗是你在弄 好那你去核定 只有这三个人可以核定绝对机密 所以如果神迹部讲的没有错说 是有部分的文件是30年的话 其实我也看不是很懂 因为如果依照我们的规定 就是说如果你的 因为你会有很多不同层级的密件 对不对 就是各种机密什么的 只要你这些采购的公文 跟疫苗的合约 有一个部分是绝对机密的话 那你就是全部都是绝对机密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譬如说你有六个公文 其中有一个公文 你看你这公文是环环相扣的 那有一个公文 有一个部分是绝对机密的话 那你就全部都变成绝对机密了 他的规定是这样 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这个30年 如果是绝对机密的话 那陈时中就说谎 陈时中跟这个薛瑞远 还有王毕胜他们都说谎 因为陈时中说没有 他说没有绝对机密 就是各位听到没有 就是显然 审计部的讲法 跟卫福部的讲法是矛盾了 那我不晓得国民党39个立委 包括讲万安大委员 你们听不出来吗 审计部跟你说 有些东西是保命30年以上 然后卫福部跟你讲 卫福部的前部长陈时中 现任部长薛瑞远 现在的指挥官王毕胜 都跟你讲说没有绝对机密 那没有绝对机密 他怎么可能保命期限到30年 不可能啊 这矛盾啊 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说 你的采购公文跟疫苗合约 你应该去查嘛 国民党立委问省记长说 你们去看的时候 有没有被涂黑 就是因为审计部去查这个决算报告 你们去看的时候 有没有涂黑 审计长说没有遮蔽呀 那如果审计部派人去看的时候 是没有遮蔽 为什么立委去看会有遮蔽呢 审计部是监察院审计部 他是监察院的一级机关 立法院是五院之一呢 我是立委耶 你给审计部看的是没有涂黑的 你为什么拿给我看的是涂黑的呢 你们这些在约党立委 你们怎么都不生气呢 我在旁边看我都气得要死了 你们怎么一点都不生气 我自己都觉得好奇怪啊 非得玩餐 我是陈辉文 因为这个审计部 他必须到财委会去做报告 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 那其实这有点插边球了 因为你要去监督卫福部 监督指挥中心 你应该是到未还委员会 你现在是透过审计部到财政委员会 透过审计部去问高端的事情 这有点绕圈子啊 那我刚前面广告之前 我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是立委 你怎么会不生气呢 我去调资料你不给我 然后审计部去跟你调资料 你就给审计部 那你现在是看 当我是叉叉咯 我真的很诧异 我给大家听听看 这个陈时中当初怎么骂人的 那当召集人在开召集会议的时候 就要清楚讲出来 不要再事后再来讲 那这样会议开不完 今天开了会议 然后照着会议拿出来 拿出来的东西你不满意 你就讲啊 你就讲啊 并不是只开一次会 开了很多次的会议 你就讲说应该要怎么样 那合约上面有一些保留条款 有些情况 你就提出来要求啊 他是立法委员 是一个委员会的召集人 那也是到调月小组的召集人 然后他自己在开会 然后过了一年才说他看不到 那如果政府的效率是这样子 那政府一定停摆的 去年就可以把这事情讲清楚了 如果他有这样的疑问的话 不会拖到今年 所以觉得他失职就对了 我觉得没有禁责 被 蒋万被陈时中骂没有禁责 我们来听听看 蒋万后来的回应是什么呢 讲话案 那为什么审计部看到的都没有涂黑呢 你是比较小的 审计部看到的都是没有遮蔽的 你们立法院 你们立法院叫做大院 我们讲到五院的时候 比如说法务部 因为法务部跟司法院 其实是矮了一截 叫做行政院法务部 可是司法院是五院之一 所以我们以前在法务部 遇到司法院我们都叫大院 立法院也是大院 审计部是监察院审计部 审计部都看得到你 立法院看不到 你为什么不生气呢 你为什么不想看呢 你为什么一直被陈时中打脸呢 蒋万案 我没有叫你反攻大陆 我是叫你调合约而已 我只想看到疫苗的真相 你是立委 陈时中辞的部长 黄珊珊辞的副市长 只有你一个人不辞 你是现任的立委 你为什么不查呢 你在忙什么呢 忙着你自己的选举 上个礼拜在立法院总咨询 你问那什么总咨询 没有媒体要报道 因为软啪啪的莫名其妙 你是避免失分 你不敢再跟苏贞昌吵架 苏贞昌不骂你就好了 你只求安全下庄 在未还委员会的执行 你也是轻描 但是高端不能出国 高端去日本要加3500 什么的 你问这些东西 人家都问过了 你只是照本宣科再念一次 你一点战力都没有 叫你调个疫苗合约 好像要叫你 要叫你去叉叉 我现在给我们看那几个图 台北市前几天的豪雨 当现在变口水战 关水门是1600 台北市政府的简讯是1555 本来说是1641 那你就觉得很奇怪说 4点关水门了 你4点41 1641就是下午4点41 你已经水门已经关了 你隔了41分钟通知车主 那车主要干嘛了 车主也进不去 因为水门已经关了 你家去干嘛 莫名其妙 那今天柯文哲被记者问说 没有没有 我们3点55有传简讯了 可批啊 3点55 5分钟怎么移车 你示范一下 你是人刚好在车上 你现在简讯通常说 我们1600要关水门 你1555通知我干什么 我开玩笑 那你不如不要通知我 你通知我 我心里不是给港口 你不如不要告诉我好了 让我车子直接泡水就好了 5分钟谁赶得到 那我不晓得你台北市政府在干嘛 根本就不是什么一级开设 三级开设的问题 那个不重要 柯文哲你不是最自豪有SOP吗 今天有台北市议员爆料说 不是只有车子在摆林桥受困 不是只有车子泡水 所以还有十几个人受困 我们的民众 台北市民被关在水门外面 那你台北市民在干什么 你不是开口闭口 我听你讲SOP 听你讲了八年了 我也腻了 我今天跟学姐同台问他说 那是你的选区吗 他还跟我说是 那你在干嘛 柯林桥是学姐的选区 你科批是你冲什么 跑去浮选 我们这个有SOP 这个不要作秀 那你基本的要做好 各位听见没有 你通知的车主 车主不去移车 那没话讲 我已经提前通知理能 你不去移 那你家的事情 你五分之中之前通知车主 我看只有多达A梦有办法移啊 可能要叫机器猫小叮当来 用那个任意门 看怎么把车搬走 五分钟怎么移 那你的SOP在哪里呢 你不是最自豪什么 什么垃圾不分蓝绿 那摆得有比较好吗 你当了八年的台北市长 12月就八年了 现在已经十月了 那你五分钟叫大家移车 那当然是国陪啊 柯文哲昨天讲什么 不能什么事情都怪政府 我刚讲的 你提前通知我 我不去移车 那是我怀疑感恩啊 你五分钟之前通知我 我要怎么移车 我当然是去打国陪啊 我跟你讲国陪 台北市那种是温苏的啦 这个国陪官司怎么打 我都不晓得 到底是你 各位听话我跟你讲 我刚刚就讲说媒体的大环境 这个急速的恶化 要不是台北市议院讲 我不晓得有人被困在水门外 因为没有人写 你一眼望过去 本来以为 这个就是车泡水嘛 就百灵桥的那个 那个水门外 那个停车场 说有什么几十台的车 泡在水里 你讲说那就是 可能就是这个泡水车啦 中古车相关的那些什么 社会新闻 消费新闻写写写 今天是有台北市议员爆料说 有民众受困 我想说 你车子泡水就算了 为什么会有民众被关在外面呢 那就是 就是你台北市政府 你相关单位去关水门的人 你就是把门关起来 外面有没有人你也不管啦 你就当 看到好多车子 我就当做他没人啦 如果如果淹死了 因为你水门关起来了 他进不来了 他如果刚好怎么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 雨更大的啦 什么水冲进来的 什么人死了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还得意洋洋 就是有人要帮柯文哲辩护啊 有人帮柯文哲擦枝抹粉 就觉得柯文哲一定要选总统 一定会比较好 我是看不出来会不会哪里比较好 柯文哲今天很得意 他说柯文哲无所不在 很自嗨 被问到最后他很自嗨 因为基本上 如果我是记者 你跟我讲说 3点55通知简讯的时候 我现实我终于给你帮下去 市长 1600通知关水门 1555发简讯 你传给谁啊 你简讯发给多达A梦啊 我肯定会吐槽 五分钟怎么移车啊 我看现场记者大家都坐着那边呆呆的 你们五分钟有办法移车 你们会开车吗 还是现场的记者刚好都不会开车 还是你 你就坐在水门外的车子里面 简讯一通知 马上就把车开走 开什么玩笑 不可能 他是有个SOP的 叫做632原则 六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 他是有规定的 所以柯文哲 我们是有SOP的 是你没有照SOP走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你提前通知的车主 车主不来 那是你家的事情啊 我简讯传给你了 你632 你六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都不来移 那我就是把车吊走 各位听见没有 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让 不是眼睁睁的看他泡在水里 是我通知你移 你不移 我就叫拖吊厂把车吊走 因为你把车吊走 譬如说我拖吊厂拖了20台 这20台的钱 我拖吊厂是我赚的 我们的拖吊厂是委外的 好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红蚂蚁啊 我们苏贞叫安高压 那个拖吊厂 他很开心啊 通知你们来移 你们不移是不是 这边剩20台对不对 谢谢都我的 我就派车把他吊走 那你车主你不来移 我车吊走 你要到拖吊厂来找我领 来 保管费来 拖车费来 我赚一笔啊 可是你今天不是啊 你没有通知他 你五分钟叫他移 车子泡水 那个我讲拖吊是小 那个几千块就解决了 你那个一泡水几十万就不见了 车子泡水不得了啊 那个有的就没办法处理了 你也进口车 那不是几十万有法改革了 像因为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 我那个车六十几万而已啊 我第一台特色四十五万 这台六十八万有进步一点点 我第一台买特色是 我记得像四十五点八吧 这台这个不到七十万我就签回去了 人家那种百万名车泡水的 那不晓得要怎么处理啊 我不知道 这外公这磕屁这 很嚣张 我无所不在啦 怎么变成什么民进党的噩梦 我不知道是 厚白卡古 还是这个六平卡古了 好 那这个 你看到这个 我们这个画面呢 就是十月十六在康乐隧道 三个 你有抽掉吗 谢谢 就三个 这个台北市长的主要的三学人 黄珊珊 陈时中 跟蒋万安 他们抵达 现在自由时报今天很夸张 说当天 因为当天黄珊珊到的时间是1858 这个晚上6点58 柯P到的 对不起 陈时中到的时间是1905 7点05 那今天自由时报写说蒋万11点才来 2300才来 怪怪 自由时报是这样写 但是我采用的是TVBS的版本 TVBS说蒋万是2100来的 晚上9点来的 那他已经连续被问说 那你为什么迟到两个小时 蒋万都雇着二元他 他就直接掰说 我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什么大湖里 什么什么就去勘载什么的 他就不愿意回答 蒋万用这种态度我也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陈时中的皮鞋 这几天这个 蒋万的团队 包括国民党这些侧翼 包括你看到蓝银的一些粉串 就一直在讲陈时中的皮鞋 那我也在联署跟大家讲说 这个皮鞋的梗 韦翰上个礼拜用过了 说陈时中跟那个什么林家龙 他们去骑脚踏车 然后陈时中穿着皮鞋骑脚踏车 韦翰就批评他 其实我不是很懂 为什么穿皮鞋不能骑脚踏车 好这我不是很懂 那韦翰用这个梗 我也觉得不是很 因为我觉得一个20年的党政记者 黄韦翰 我认为他可以有更深入的观察 因为这个皮鞋的东西在我们 这个评论员来讲 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以前国民党有个行政院长 叫做圈圈 那这个国民党的行政院长 他比较不那么平易近人 他去看菜都穿皮鞋 被骂惨 各种的重大的事故 他都穿皮鞋去看菜 真的被民进党被绿媒 所以我为什么讲说皮鞋这个梗不好 因为他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那我不认为说 就说陈时中的皮鞋跟蒋万人的迟到 到底哪一个比较严重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严重 那今天还说什么陈时中的车子违规 什么的 候选人的车子违规 就我社会记者来看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跟你讲 绝大部分新闻台的SNG都违规 哪一台 我自己以前调度这事情 我哪也不知道 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就说陈时中穿皮鞋 陈时中的车子违规 违规就罚钱 穿皮鞋我觉得你们去攻击他 但是你们要转移蒋万人迟到的焦点 那蒋万人迟到呢 我也觉得还好 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嘛 就说假设我已经知道 这个康乐隧道已经这样子了 那假设我已经知道 黄珊珊1858到 陈时中1905到 假设我知道了 那我一定想尽办法在1930之前赶到 对不对 就说黄珊珊已经去了 陈时中也去了 那我还在 我跟讲 蒋万安距离那个康乐隧道 10分钟 他人就在内湖 所以没有很远 所以我说 我认为蒋万安的迟到不是故意的 是蒋万安个人跟他的团队出的问题 就是你的警觉心不够 台北市下雨下这么多天 然后陈时中已经取消他的行程了 中央在他一面中心一级开设 1900也开了 那你的神经就应该绷紧了 这个可能有灾情 虽然没有路上台风警报 可是雨连续下几天这样子 你没有那个危机意识 这我跟你讲 重点根本不在那个皮鞋 我不晓得你们一直攻击陈松的皮鞋是你们跟陈松有什么什么深仇大恨啊 好说他的小编把那个皮鞋裁掉啊什么的 这个很重要吗 就一直攻他的皮鞋 因为我觉得这个梗有点无聊啊 那蒋万为什么要迟到 他迟到我认为他迟到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他的团队包括蒋万本人没有把神经绷紧了 想说民调赢十几% 这样子应该是当选了 哎呀 陈时中像红酒啦 黄珊珊像西瓜啦 我就要赢了 然后说陈时中是天兵啊 对国际事务茫然无知啊什么 你怎么把人家骂那么难听呢 是你要当台北市长的人 因为你现在民调是领先啊 你就不应该再去攻击别人了 你就维持你的领先你就赢啊 你去骂别人干嘛 就我对蒋万人的这个 那你看他之前讲说周玉寇跟陈时中小两口 我是认为应该道歉啊 因为周玉寇他 呃他的婚姻比较 他的感情生活比较 就这几天的新闻大家看到 他比较复杂 我用复杂来形容 那这个陈时中是有家庭的人 他已经当阿公了 然后他太太是很有名的这个音乐家什么的 那你说陈时中跟周玉寇是小两口 这个比较 我认为是不妥啦 不管是对陈部长 或是对扣扣姐而言都不公平嘛 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小两口 那你说万华是破口你也讲错啦 万华破口是次长讲的 你为什么赖给部长呢 那你勘哉迟到的 你为什么不道歉呢 我我我对蒋万 你是免死金牌吗 你为什么都不道歉 你就道歉就好了 你说啊 那个这个到达康乐隧道的时间 好 两位前辈都比我早 那这一点我跟我的团队 我们要来加强 好 我不是故意的 我人就在内湖 但是我的这个讯息 比较没有那么的及时 不就结束了吗 那万华破口就 我记错的是次长讲的 那我跟陈部长 那不就解决了吗 贝勒晚餐 我是陈辉文 这个 我第一段在讲陈部长的那个陈时中的那个高端嘛 还有整个疫苗的这个采购 第二段在批评蒋万安他一直不道歉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现在答案很清楚的 批陈时中批蒋万安 所以我是在帮黄珊三拉票嘛 对不对 你第一段骂陈时中 第二段骂蒋万安 那就是帮黄珊三啊 那如果你的逻辑是这么的简单 我也没有办法 黄珊三呢 我有十个字当做我的这个点评 陈也柯文哲 拜也柯文哲 那黄珊三就是加油吧 我们又要帮任何人 那因为台北市长总共有12个参选人 会当选的应该就这三个的其中一个了 蒋万安 批志中跟黄珊三 我是觉得说你 你不管说你当名嘴啦 或是你当立委 或是你当台北市长 你譬如说像马英九 蔡英文也好 你不可能 柯文哲就不用谈啦 柯文哲是太好笑了 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说对 你也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做对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认为谦卑的道歉是很必要的 我也曾经骂错林志坚啦 我骂错了我就道歉啦 你不就解决了吗 我不是故意的啊 我引述来源 然后我误认他是真的 结果我骂错林志坚我就道歉啦 我有去牵托那个报纸嘛 没有啊 就算我的啊 那林志坚接不接受他事情 但是我诚恳的跟他道歉 我脸书我公开道歉 我骂错了我就道歉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会骂错我也会讲错啊 那为什么不道歉呢 你说万华破口是陈志坚讲的 明明就不是他讲的啊 讲完后来硬拗 诶 是陈志坚的团队讲的 这样子你也要拗 我是要告诉大家 因为讲完案他有可能会当选 他如果当选他是四年的台北市长 如果你用这种心态执政 不是只有讲完案有苦头吃 整个台北市都有苦头吃啊 他今天还批评陈志坚说 啊 他穿皮鞋 因为他这个当明代的经验不够 那你当明代的经验有很够吗 你才当六年的立委 你一年的市议员都没当过啊 你的经验是最差的啊 黄珊珊当市议员当21年啊 21年你没有听错 黄珊珊当副市长当了三年啊 我认识他很久了啊 黄珊珊以前也经常跑电视通告 比较早之前啊 他在别的党的时候 我很早就认识他 他当台北市议员我就认识他 你嘛好了 是没有 我连带都没有 就没有 因为我跟政治人物很少有联络的 就大家点头之交 上电视 你来打你的知名度 我赚我的车马费 大家也就交代了 我现在跟你讲 另外一个可能会当选的 叫做高宏安 谢谢阿智 我们来换标 高宏安 那我刚前面讲 那个审计部没什么很谈 那我讲这个陈时中的皮鞋 跟讲完的词刀 也没什么要谈 那我现在跟你讲的高宏安呢 恐怕全国就我一个人谈 没关系 我一个人来 这个初选啊 这是2019年 国民党的总统党内初选的 这个郭台铭他是 非常的不高兴 他一直认为他是 这个输的冤枉 他本来承诺 他要支持初选赢的人 他后来他食言二非 郭台铭经常告人啊 但是各位听到朋友 我有在怕的吗 我没有在怕的 郭台铭你放马过来 我讲错了你告我 我无话可说啊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在这圈子混了二十几年 你要我讲错是有点难啊 像林志坚那种 我被误导那种错的 我会承认 我讲郭台铭讲 高宏安这个 我不会讲错的 你听我娓娓道来 那你看这个画面 这个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不是我刻意去调的 这个是三立的新台湾加油 他们去把他们2019年的存档调出来 这个影片不是我调的 因为我没有三立的骗库 他们才有 那他们抓了一段2019年高宏安呢 他这个在操作换语啊 他们那时候不是发明那个叫做调和式民调吗 然后高宏安呢 就是这些郭台铭的这些幕僚呢 就去立美讲说啊 韩国瑜一直自爆 韩国瑜GG了 韩国瑜完蛋了 然后他就讲说所有国民党的立委 跟所有的国民党的人呢 都希望郭台铭出来 韩国瑜选不上了 这是2019年9月的事情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截图是2019年9月 高宏安在三立的新台湾加油 他说所有的国民党立委 跟所有的国民党人 都知道韩国瑜完了 然后郭台铭 要让郭台铭出来选才有机会 他想要换语啊 那我要告诉高宏安 这个因为这个无头公安 我认为2019年9月 在三重大造势 这么成功的情况之下 如果立刻投票 我认为韩国瑜会当选 我认为啊 你看那个60万人的那个 把二重输入到几子 满满满这样子 我认为那时候投票韩国瑜会赢 那他在三立讲说应该要换语 他是这样讲 所以我刚刚各位讲就说 这个高宏安在这个 三立的这个节目呢 他在讲所有的国民党 然后这个现场的国民党代表是 唐慧玲 是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 唐慧玲是我朋友啊 他已经离开了 他当年是暴病帮韩国瑜服选了 这个 我跟他的事情我不要讲了 就是说 他生病的事情 他已经 他有提早告诉我了 好那我有跟他讲说 应该以身体为重 那他有他的考量什么的 那个都已经离开了 那个我都不谈了 好 这个画面是三立剪出来的 我要跟大家解释说 我不是要去消费唐慧玲 这个画面不是我找的 可是三立剪出这段画面 高宏安有多凶你知道吗 唐慧玲听不下去 唐慧玲坐在他的鞋 唐慧玲没有插嘴哦 他只坐在那边摇头而已 高宏安强说你不要摇头啊 你说所有的蓝营 国民党立委 所有的国民党人 唐慧玲不是国民党的吗 唐慧玲也要换鱼吗 2019年9月8号 在二重疏宏道的那个肇事晚会 就是由许淑华跟唐慧玲共同主持的 他是铁杆支持韩国瑜的 他怎么可能换鱼呢 那唐慧玲摇个头 他也没插嘴 你是在拍什么 他说你不要摇头啊 他呛唐慧玲说你不要摇头 那因为唐慧玲 我讲他如果真的要辩论 他不会输高宏安 但是人家修养很好 他是不会跟他一般见识啊 高宏安在那边左一句 所有的国民党立委 所有的国民党人 尚义夫 尚公啊 我们都叫他尚公啊 尚义夫是非常资深的党政记者 他在跑新闻的时候 我还在念书啊 他比我还资深啊 资深很多啊 尚公在旁边听不下去 呛高宏安说你用词要精准一点 什么叫做所有国民党的立委 所有国民党人 怎么可能 现场唐慧玲都听不下去啦 高宏安就是这种人啊 睁眼说下话的人啊 所有国民党的立委 都要把韩国瑜干掉 所有的国民党立委都希望换语 由郭台铭来刮带 韩国瑜去选总统 是吗 高宏安是这样子吗 你是睁眼说下话 你是高莱尔啊 高宏安你就是个高莱尔啊 所有的国民党人 都要把韩国瑜换掉吗 唐慧玲就不是啊 王宏卫就不是啊 叶元支就不是啊 我才不相信他们几个会想换韩国瑜 他们跟韩国瑜好得很啊 叶元支那个时候是韩国瑜的发言人啊 大家记得吗 叶元支突然跑去高雄 做那个什么 那个是什么游艇啊 什么东东的什么的啊 叶元支是韩国瑜的发言人 然后你觉得 唐慧玲 王宏威 叶元支这些人是会把韩国瑜 我们 我们2016换柱 输的鼻子脸 我们2020再来换鱼 再输一次 同样的错 我们再犯一次 然后让高宏安你的老板 郭台铭去选总统 你要的是这个啊 你图的是这个嘛 你是在帮郭台铭讲话 你是攻击韩国瑜啊 我有讲错吗 你在立美各台不是这样子消遣他 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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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韩粉 说支持韩国瑜的都是僵尸账号 我看起来像僵尸吗 哈 僵尸还会骂人哦 高宏安你是什么嘴脸 所以我跟大家讲哦 阿智来 最后一标来 请 所有的 蓝军跟 韩粉 你不要投高宏安啊 我是没有时间去跟你讲新竹的 这个民调 我们会再讲 会有时间讲 你每天锁定费地晚餐 我会讲给你听 新竹是比较特殊的那个状况 我们就用上次的立委的那个来讲 没有关系 好 你就每天 我会讲 我明天要跟你讲那个合约啊 好 我今天在雅虎有讲一点点啊 那个 BNT那个合约啊 好高宏安你把合约拿出来 好你把调和式民调拿出来 你不拿出来我就每天骂你 就这么简单啊 谁怕谁啊 乌龟怕铁锤啊 换鱼 谁要换鱼 只有郭台铭想换鱼啊 不是这样子吗 就输了不甘愿 哎呀这个民调怎么这样子 我怎么会输了什么的 他就输了不甘愿啊 他就一直想要把韩国瑜干掉啊 所以郭台铭去找谁 去找王金平嘛 去找柯文哲嘛 对不对 这不就是2019年发生的事情吗 大家都历历在目啊 那高宏安你在这段时间 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就是你弄了一个调和式民调 我就公开挑证你调和式民调 你把所有的资料拿出来 跟大家证明调和式民调是真的 我才不相信啊 所有的民调专家都没有听过调和式民调 就如同所有的专家都没有听过校正回归 Ladies and gentlemen 没有校正回归这个东西 也没有调和式民调 没有人听过啊 高宏安你就是瞎掰啊 调和式民调 所有的人都输 两咖嘟三咖嘟四咖嘟通通输 只有郭台铭一对一跟蔡总统对决的时候 只有郭台铭会赢啊 其他的排列组合都是蔡总统赢 只有全部的人都滚蛋 只有郭台铭一个人 跟蔡总统一个人 对决的时候 只有郭台铭会赢 其他人都输 你替你老板讲话讲到这样子 也难怪郭台铭这么喜欢你啊 但是你讲的调和式民调是真的吗 你自称是大数据专家 民进党质疑的是你的论文啊 但是论文我不会写啊 我只有大学毕业啊 我也不知道你的论文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看不懂啊 请你把调和式民调拿出来 你来证明你2019年在各台讲的调和式民调是真的 你来打点我 反正我脸本来就很肿了 你来打点我没关系啊 我现在跟你讲的不是新竹市长的输赢啊 就如同我刚跟你分析台北市长 蒋万恩有可能会赢啊 他赢了我也祝福他啊 因为如果蒋万恩赢了 就大家就是 你就得接受嘛 不管你是不是台北市民 不管你有没有投票给他 他如果票最多 他就是台北市长啊 alright 那高宏安也是一样啊 高宏安你有可能会当选 你当选我也是 对不对 也是祝福你 你又好好做嘛 但是你先告诉我 调和式民调是什么 你先告诉我 真的是用台湾ROC跟大陆签约吗 有可能吗 以我一点点的新闻经验判断 我认为高宏安这两件事情都是说谎的 我认为高宏安 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 你的调和式民调是真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拿出合约 红海跟香港复兴买 BNT的合约 是用台湾ROC签 你如果没有办法证明 这两件事情是真的 我认为你应该退选 为什么 因为你说谎啊 你白刹啊 你就是为国台民服务嘛 如果你说谎 你为什么不退选呢 我的标准一样啊 陈时中你高端 如果那个绝对机密 你是说谎的 那你退选啊 你怎么 你还有什么资格当台北市长 你都可以这样子 当众欺骗所有的人了 你有什么资格当台北市长 我认为你连参选的资格都没有啊 高宏安也是一样 高宏安你如果没有办法证明 谎二世民调跟那个BNT的合约 我认为你应该退选啊 你做人根本有问题啊 你用PAN的哦 你用OUT的就对了 哎呀所有的国民党立委 哎呀所有的国民党人 都希望韩国瑜被干掉 都希望郭台铭来选 谁跟你讲的啊 上义夫都看不下去啦 唐慧玲在现场也看不下去啦 你还叫人家不要摇头 不然高宏安你告诉我 2019年9月 所有的国民党立委 都希望韩国瑜被换掉 你证明啊 你证明啊 你证明你讲的是真的 2019年9月 所有的国民党立委 都希望韩国瑜被换掉 我跟你讲 许淑华就不可能啊 南投的立委 许淑华跟韩国瑜这么好 他会希望韩国瑜被换掉 你是叉叉吗 韩国瑜过几天 要去帮他站台啦 我告诉你 是我没有在现场 我如果在现场你就惨了 我告诉你 不知道我 要穿几颗的 上电视话五烂 不要投高宏安 拜托大家 我给大家看